脸门带您看明星,颜承旭 那是一个没有资本左右选秀的年代 那是一个真正凭颜值进入荧幕席卷全亚洲 每条大街小巷每一个人都在谈论流星花园的年代 颜承旭没有经验,没有技巧,颇为单纯 但就是这样的她,塑造了时至今日依然令我们心动心痛的经典道明寺 她外形非常man,精彩的头肩笔不止来自紧窄头尾 更多得益于其超宽,分量足够到令人折舌 但恰恰没有过分到油腻的肩膀,从宽肩到窄臀 中间是胶带的绵明白白的胸腹 不论是硬直衬身还是弹力贴身的材质 她都能用实实在在的骨肉称足空间 甚至隐约描摹出肌肉轮廓 而且完全不需要炫浮 行走间,肌肉发力的硬度和关节衔接处摆动的洒脱 丝丝入口,敲击出整具形体的紧致力度 步步铿锵,精彩缝衣,视为暴露 和身材的雄性呈现反差的时期 面部呈现出清秀 窄长头骨,下巴收成一点,刮耳尖 眼神透亮,唇角上贴,谦虚,整洁,羞涩 严成旭几十年如一日的纯粹从未改变 然而反差又来了 她的道明寺之所以经典 就在于严成旭本身的酷与萌 完全贴合了角色特质 山菜不得豪门慧润 阿死偏要专一龙虫 面对爱情时的羞涩呆萌 转个身就得应付拆散爱情的权力阿扎手段 柔情率脸怎么驾驭这个角色 归根结底还得是揪揪缓缓男友力 才能让观众幸福 严成旭那一点也不温润 甚至透着蛮荒之力的骨块 具有沉甸甸,明晃晃的说服力 严巍巍的全公鼻翼 亮霍霍的眼神牙齿 引你出娇憨自私 所以跟我说严成旭演技不好 说他个个方面没有成长 不好意思,脸面该不接受 哪怕他容颜不在 你嫌他不好 没关系,我要